希拉蕊選前最後一頁 費城衝刺拉票 合體歐巴馬夫婦 營造白宮接班人的氣勢 中天新聞記者 在費城第一線採訪 獨立宮廣場的造勢晚會 氣氛是非常的熱烈 希拉蕊支持者的熱情 也非常的高 幫希拉蕊最後站台的 都是VVIP 她一天連跑四周 穩住搖擺票倉 不只有總統加上第一夫人助攻 溫馨排全家福也上演 川普陣營同樣鎖定搖擺州 但凡其道而行大彩線 搶攻希拉蕊票倉 最後一頁神秘嘉賓 川普沒驚喜也沒蠟漆 只有自家人 富二代子女團 每個人都知道 讓他們出來選 明天會很大的天 川普毛起來馬拉松式催票 一天連跑五周 五個戰場的戰場 蘇格蘭 南卡羅來納 巴西蘭 紐紐 紐紐紐紐 紐紐紐紐 不過選前民調跟賭盤幾乎一面倒 認為希拉蕊當選可能性最高 賭盤顯示希拉蕊勝率高達81.1% NBC民調希拉蕊支持度47% 領先川普六個百分點 CNN poll of polls shows Trump is in the hunt with 42% support nationwide but still trailing Clinton's 46% 選戰倒數計時 兩黨候選人化身空中飛人 拼氣勢也拼人氣 入主白宮大衛衝刺最後一領路 強力催票 借真一針綜合報導